我们就来挑战 这么多东西 相信很多人的小区现在都要开始垃圾分类了 夏天到了 又经常上班上班很迟才回来 所以晚上回来的时候呢 经常垃圾箱又被收走了 前阵子又发现家里开始产生了一些章码 买一个垃圾处理器吧 但是呢 海岸都挺贵的 我们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也许会搬家 觉得还是不要买一个特别贵的 所以挑了一个全晚最便宜的垃圾处理器 替大家踩一个雷 如果买最便宜的垃圾处理器 会怎么样 用着好用不好用 买的就是这个云米厨余垃圾处理器 等一下呢会有师傅过来安装 还有这个 这个好像有点难操作了 因为整体价格也比较便宜 不敢乱冲 像编织纤维还有大骨头 这个不能搞 全部都要拿半斤的 下水倒掉水 一片难极哦 下面整个馆子全部都已经换掉了 比如说吃了的亚美 这个烂的 还有些里面的叶子 就丢进来就可以了 周末 吃过的旅 有一些这种骨头 好了这个垃圾处理器呢 用到今天已经满满的用满了两个月 那这两个月来呢 你问我这个东西买的值不值 我总体的回答是这个东西非常的值 现在呢我也更加愿意在家里做饭了 因为以前真的就是处理这个垃圾 尤其各种削下来的果皮啊什么的 都非常的烦 垃圾呢也很臭 那现在呢基本上垃圾都是干垃圾 那当然呢这个东西是不是每个小区都能钻呢 也查了一下 而是说有一些特别成就的小区 可能这个馆子里面还是不耐这个油污的 所以还是要慎重钻 但是一般现在像这种新修的楼房的话呢 钻这个东西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东西啊 油肯定没有好 那当然可能更好的更贵的一些 可能会用的更好一些 但最差的呢 用的其实也还成 那当时呢买下来是比较便宜的 价格呢大概在800块钱左右 然后安装的话呢 换了这些水管又换了100多块钱 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这一期呢绝对不是广告 就是单纯的自己生活的一个记录 当然呢如果有什么使用这个垃圾处理器的一些心得 或者什么一些建议 或者我哪里用错了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多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见 下期再见 meta ed